童年照 童年 哇 这个难 还有最后两轮 小童 从你开始 高媛媛老师 正确 这是什么 驴儿姐吗 驴儿姐 回答正确 过去年 回答正确 谁啊 沙翼师兄 沙翼哥 沈泰哥 沈泰哥吗 这是沙翼哥 这有点夸张了 你能看出来这是我 我就是最后瞎懵懂 你觉得真正的笑草 小时候是长这样的 这也挺 还可以了 现在是最后一轮 来 小童 从你开始 子怡姐 回答正确 谁 谁 千禧师兄 回答正确 华晨宇 小说 错了 是谁啊 天呐 我在旁边给他说话 你听到没 我说华晨宇 这当然一看就是华晨宇 而且我在你旁边说华晨宇 你听到没 他说小说 你没听到 我听大家欢呼 我以为是 但华华也会尖叫 华华不也尖叫吗 哎哟 腾哥不也尖叫吗 你从一开始 我都说 我都说华晨宇 小宋 我真不知道是华华 这是华华呀 我真没听到 这轮 获胜的是华底 华晨宇 你藏不住笑了 藏不住笑了都 还逼头这样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三个华底非常厉害 不光是这么厉害 我们也拉跨 跟华底没关系 华底抗赢这一局 月月就装糊涂这一块 你还是做得比较出色的 我就是为了多两个镜头 你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你刚刚答错那条题 让贾然姐那张照片 多了那么多镜头 你怎么说 一直亮在那个后屏上 说说 谁是你们目前最怀疑的人 来 景宇 小彤 我自己 我快没辙了 我快死了 我觉得 小彤跟小宋 他还是没跑了 他俩为什么这次 都没有表现出 任何的 这个卧底的迹象 因为大家没有给他机会 在后面的时候 不敢猜错 后来拉到前面去了 根本敢猜错 对吧 好 腾哥怀疑谁 我觉得黄景瑜 跟这个小月月 如果他俩不是卧底的话 那就太欠揍了 那就太欠揍了 这俩大脚运 很可恨 但我仍然还是觉得 他俩有嫌疑 我都答成 那那么认真给你答 你还怀疑我 我还提醒别人 对 你俩这轮 你这轮藏得不好 你这轮藏得挺好 哎呦呗 我真有点倾向于 景瑜就在那搅和呢 不是 我现在倾向你有点 倾向你是好 我早就看出咱俩是同伙了 我跟你说 一定要跟着我 我肯定是一个好人 好 好 好